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线上的不同分别是地理的出产与投身的羊羽旨游 但其实真正不同的不是纪物而是他们的态度 第四节提到耶华看中亚伯和他的贡物 是先看中这个人然后才是纪物 亚伯线上的是投身的羊羽旨游 见证他对神的信心相信神是生命的源头 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他明白赎罪需要牺牲需要用血来代赎 相反的干影献上的是劳力的象征 他所依赖的是人的血肉之躯 献祭其实是表明对神最高的敬拜于为神 如果没有献祭的诚意就失去了献祭的目的 当神看不中干影和他的贡物 干影的反应是大大发怒变了脸色 从他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都要按照他的意识而行要顺他的意 如果不如他的意他就生气变脸 神直接指出干影的问题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谋怨纳 相反的神也提醒他你若行得不好 所以扶在门口伺机而动要吞吃抢夺盖影 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当里面有怒气怨气 随之而来就是报复 干影杀了亚伯 在约翰一苏三章十四节说到 干影杀亚伯的动机是因为嫉妒怨恨 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 亚伯的行为是善的 杀完手足之后面对神的询问 干影撒谎了 难道神不知道吗 神的询问是给干影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 但干影硬着心 他撇清 没有亲情地说 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 罪的权势再次吞吃了干影 直到神伸张正义 亚伯的血从地里控告流人血的罪行 神宣告咒诅 种地地不在效力 干影必飘荡流离在地上 我们可以看到罪在一个人身上的骨牌效应 从不恭敬顺服 愤怒嫉妒 欺骗杀害 说谎到第十三节求自己的艺术 结果就是十四节十六节的与神隔绝 并对第一个被创造的家庭 罪的污染越来越大 我相信神室百般的心痛与不舍 这是他所爱所造的人 没有他荣耀的形象与美意 而干影的被主是正是因着他的罪恶 从献祭的动作开始 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分别 是一个对神态度与侍奉动机的不同 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 往往外面看起来没有太大差别的侍奉 其实里面的态度跟动机却是不同的 愿我们向神所献上的祭物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献上的是蒙生喜悦亚伯的祭 愿我们心里的意念口里的言语蒙生喜悦 是将生命献上神所悠纳的活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愿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 让我们用手节心轻来侍奉你 让我们所献上的生命 所献上的祭物 我们的侍奉被你所喜悦 能够荣耀你的名 感谢你 愿你透过亚伯提醒我们 主让我们被你看中是我们这个人 祭我们的供物 感谢你听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